大家好,今天是那个淘汰犬竞拍的日子嘛 据说现场非常火爆 排队都排出去老远 而且有北京的大哥都去了 最高的成交记录据说打到了30多万 那下面我就聊一下这个有几点啊 因为中午的时候有人给我留言 我就发了个短视频 然后哎呀,我头一次感觉到 我头一次感觉到当网红的感觉 评论我都回复不过来了 到现在我也不回复了 我就是下面说一点 因为包括就是刚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拍的视频 还有今天拍的视频 我都是阐述了我的一个观点 就是一千块钱之内是合理的 我为什么说一千块钱之内是合理的 因为它是淘汰犬 淘汰犬不是集中权 你要搞清楚这个 我打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比喻 说我想去参加人民解放军 光荣的参加光荣的人民解放军 然后我就去武装部去训练 然后选兵的时候我没选上 那么我可以以军人的身份自居吗 不可以淘汰犬就是这样 他们是淘汰犬 不是集中权 更不是退役的集中权 你要搞清楚 我记得一下 还有人说 买了这个犬 这大城市可以养了 这是错误的 如果这种犬 在当地是进养犬的话 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养 一是警犬队 二是消防队 只有这两个地方可以养这些犬 其他的都不可以养 不是说你竞拍了一个淘汰犬 或者领养了一个退役的警犬 就可以养这种进养犬 这是不可以的 你哪怕就是这个警犬服役的时候 它可以养 然后退役了 退到你手里了 你像在这个城市养 这都是不可能的 这都是不符合规定的 下面这个问题啊 我就感慨 这个九年义务教育 真的是任重道远 有些人说 钱去了哪 钱去了哪 我跟你说 拍卖犬的这个单位啊 一个番号 两个时期 公安部 沈阳警犬基地 还是那个 警犬技术 警犬技术学院啊 他是这么个单位 他是隶属于公安部五局的 全事业 就是事业单位啊 全拨款的那种单位 他说自己是不产生用力的 如果说他 他能有一点外来的钱 就是卖几个淘汰权啊 就是卖几个淘汰权 然后这一次很火爆 输入增加了 钱去了哪 他们有财务士 钱去了财务士 这是对公 对公啊 你要是就拍了那权 你把钱会交那里去 你要不要 人家都给你开发票啊 这是对公 这是对公啊 钱去了哪 有些人你什么脑子 你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啊 钱会干嘛用啊 我跟你说 钱会干嘛用 以我的猜测 肯定是 是吧 要么把设备升上级 是吧 肯定是改善 或者说是升级 这个警犬 或者说是学员的一些软用这点设施 这个你放心 肯定会用在肯定会用在犬的身上的 比用在人身上的多 我就敢肯定啊 最后我要说一下拔头盔的大哥啊 人大哥说了 刚开始说是准备了十万 没想到拍到三十多万 就完全当给国家做贡献了 我一听这个境界 要不人就有钱 人是境界啊 要不就人就有钱 而我一想到 一谈到这个时候 我就考虑到 这个犬 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的价值就是一千块钱以内 是我个人得给他一个评判的话 就是一千块钱以内 你看人大哥准备十万去拍 拍到了三十多万拿下来 当给国家做贡献 这叫境界 佩服啊 不过我在这说一下 这土豪的世界我还真的不懂啊 你就说十万块钱 全国各地的犬舍 你去你任选 你要是来我这啊 是吧 你选不上 你拍拍我的屁股 说洗 我接着就去洗屁股 你三层外三层的 我洗屁股 真的 不过那个 最后我真的给这个大哥减赞 真的 我给这些去现场去 成功竞拍到的犬的这些 朋友们网友们减赞 真的 他你们这种行为呢 把这个事件抬得非常火热 对我个人而言是非常高兴的 有些人说 耽误我卖狗了 哇操 你太你太瞧的 骑我了 但我卖狗了 他一千拍五十四个 都耽误不都耽误不着我卖狗 我有的狗还是不够卖 我有的狗还是卖不掉啊 这是我说实话 但是这个世界让大家 那个更多的关心了警犬 退役的警犬 甚至这种淘汰犬 是吧 我个人感觉是非常高兴的 我还是说那大哥 竞拍的大哥 你们这个犬 你们拿这个钱 竞拍了这个犬 这绝对的是为国家做贡献 绝对是我为我国的竞犬 技术事业 做贡献啊 比他妈的去救助什么流浪狗 强一万倍 强一百万倍 我给你们减赞 我给你们打 靠啊 救助流浪犬 更多的是一门生意 但是这个你这个钱是实实在在的 实实在在的 到了更加的账户 会用在更多的警犬技术方面 真的 我简赞简赞啊 好精神的视频到这里 最后还是简赞